今天要來開箱一個新品 因為我個人是一個非常愛逛好事多的 他發現有一個包裝很吸引我 叫義美豆花 為什麼叫厚 他說他豆汁特別濃郁 非常的好奇 所以我今天幫大家測評看看 到底這個義美厚豆花 其實不值得買 所以我來開箱 成分相對單純 我覺得這蠻難得 他說他每核多了5.8公克的蛋白質 有可能就是他敢說他是厚豆花的關鍵 他這個外型 跟我們一般小時候以前在吃的超商豆花 很像 一枚厚豆花是209 一格455是9塊錢 那我們的這個超商豆花也是9塊錢左右 我先來吃一般的好了 這是熟悉的味道 最後尾巴有一點米漿的感覺 接下來來吃厚豆花 它的甜度比一般的超商豆花還不甜 你會感覺這個豆花的 豆香感變得非常的明顯 每一口你都會吃得到豆香 我覺得以厚這個字來講 它撐得起 這個義美厚豆花 它吃起來的口感 很像是鮮奶酪 而這個一般超商豆花 它吃起來很像是鮮奶豆 奶酪 豆 奶酪 懂了吧 不過接下來這樣還不夠喔 我想要挑戰一件事情 大家都說這個義美厚豆花加什麼最好吃 然後我看到其中有一個 他說黑糖珍珠豆花還原度超高 這個做法很簡單喔 剉皮就把它先放在豆花旁邊 好然後這時候把自己喜歡吃的料給放進來 珍珠是一定要的吧 這是我自己去外面必點的 然後再放一些花生人 最後是我們關鍵的靈魂人物 把我們的黑糖水給加進去 加了黑糖水還有這個花生米跟珍珠之後 它真的幾乎跟外面賣的一模一樣耶 我幾乎完全用半價 然後我只花半小時時間 就可以做出在外面賣的黑糖豆花 而且料還可以自己選喔 如果你愛吃豆花可以參考一下 我們推薦給大家 下支影片見啦 掰掰